Merry Christmas 看到雪了吗 生日快乐呀 我正好在回家的路上呢 今天的雪可真美啊 不对呀 现在这个时候 你不是应该在拍摄最后一场戏吗 看来你对我很关注嘛 我昨天还看到导演的朋友圈呢 说今天晚上要拍沙青戏 这样啊 不是吗 我正在后场准备呢 最后一场戏特别特别难 所以想打电话让你鼓励鼓励我 大明星周其洛同学 你也太谦虚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塑造出最棒的角色 突然感觉很有动力了 谢谢你 对了 圣诞节有什么打算啊 我正要去买炸鸡 然后回家看知哀之上 好吃的搭配好电影 你也太会享受了吧 不过 如果是我呢 我想去参加狂欢派对 然后去中兴广场看巨型圣诞树 还要吃一个甜甜的烤红薯 你觉得怎么样 听上去就觉得好温暖啊 如果你今天没有工作 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去了 嗯 我决定了 你决定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来剧组跟你送甜甜的烤红薯的 也算是完成了你的一个心愿啊 喂 周其乐 你怎么不说话了 当圣诞老人这个任务 还是交给我吧 哎 什么意思啊 你猜我现在在哪里 嗯 不是应该在 剧组 今天对我来说 很特别 这是我认识你以来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不想错过 可是 其实 我刚才跟你说谎了 我今天跟导演请了一天的假 就让我做一天不敬业的艺人吧 应该说 今天 我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周其乐 难 难道 你现在 快回头 我就在你身后